凤凰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亮 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 跟大家一起聊天 实际上是更苦 一天就真的没法 对 然后因为那个镜头 就是因为 就是做电视节目 他肯定要把一些取景 或者一些颜色 比如说饱满度 调的还是要稍微漂亮一点 但是实际呢 要比大家看到的 还要再苦一点 因为开始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收孩子手机 或者收他们零食 我们完全都不知情 我不知情 然后只是编导说体力剧 就不要戴上玩具了 然后我就没有往那儿想 就结果呢 我想手机不会收吧 就结果他们真是收 然后我还以为他们就做一件秀 就拍一个素材就好了 就结果拿我手机过去 直接关机就锁在箱子里了 就是这个我完全就没有想到 因为真人秀的节目 之前我觉得大家应该也看过 也蛮多的 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以为跟那些节目一样 就是大家就拍一些素材 剪辑一下 好看就OK了 没想到就是 他们就是这次是玩真的 这个不能剧透 还没有播呢 总之就是很苦 我觉得大家 大家以后会看到 你看就是手上的这些 你能想到这是一个明天即将要走红毯的手吗 而且手里面的就是那个污垢啊 已经是洗了很多遍 用刷子刷了很多遍 根本就刷不掉 而且就是非常的沧桑 我觉得好像是在 在一些 比如说我 好像干了 干了很长时间体力活的那种 就是当时条件真的非常艰苦 你要想怎么照顾孩子 然后怎么管孩子的一日三餐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 你要 因为我答应我的孩子 我说没有辅助的那些东西 没有现代化的那些东西 我可以 我一样可以让你过得很开心 所以你要想办法怎么样 就是编一些好的游戏啊 或者是跟他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 在这种一对一 非常纯粹的这种关系下 你要跟他互动 你要让他开心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光 大家可以看到 孩子的每一期的成长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看到 父亲的相互学习 相互成长 因为这五个父亲里面 我的年纪应该是最小的 所以我在其他几位父亲身上 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一些育儿经啊 包括孩子 如果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或者是你要怎么处理 包括分析每一个孩子的心理 所以我们就五位爸爸 没事就坐在一起 就聊这些问题 就谁家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 怎么 是什么样的